行驶在路上真的要特别小心 今夜最新消息也要来直击在高雄市左营的这起车祸事故 因为有一辆休旅车没有礼让救护车 结果两车相撞之后 导致救护车上的救护人员 还有高龄83岁的病患就因此而受伤 而这名休旅车驾驶同样也受到了伤害 而且他的车还差点翻车 高雄左营自有一路上救护车鸣笛载着伤患 准备通过大顺路时一辆直行休旅车 没有礼让直接朝着他的右侧车身蒙力撞击 他有鸣笛真的我们都有听到 然后又鸣笛又按喇叭 喇叭之后就蹦了 救护车货报事故抵达现场 同仁出勤被撞了协助包扎 也赶忙将原本就要急救的83岁老奶奶 火速送往医院 救护人员就马上很紧张就马上开门 事故发生在10号下午4点 王姓男子开的休旅车 车头被撞得稀巴烂 当时似乎没有减速就直接迎头撞上 不过周冰店家可事先清楚听到救护车鸣笛 紧接着传出碰撞巨像 周冰店家也说这个路口车流量庞大 因为轻轨禁止左转弯仍旧可以看见汽车 尝试向违规转弯 三步时就发生车祸意外 好在这起救护车被撞的事故 连同原本需急救的老奶奶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详细的肇事责任将再由警方进一步理清 接着狗龙斌声区高速报答